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五視第一擊》 先和大家跟進半日來說的十大活躍股份 排頭位的騰訊控股半日跌幅超過1% 跌了1.9% 中性收佈在145.5% 第二位是萬科企業 復牌之後今日跌幅超過1.1% 半日收佈在20.3% 跌了2.6% 平保跌超過1% 收佈在39.8.5% 匯控跌幅都超過1% 跌8毫子 中性收佈在59.1% 中移動靠穩升2.5% 中性收佈在83.1.5% 健康跌4先 中性收佈在5.1% 恆森H股跌1.1% 跌幅有1% 中性收佈在91.9.5% 公刊跌幅都有1% 中性收佈4.4.3% 安石A50中國跌1毫 中性收佈10.1.8% 刑戶基金跌幅挨近1% 中性收佈21.2% 跟住同大家看看十大升幅榜 排頭位的是私有化的新世界中國 今日升幅有2成 半日收佈在7.5% 升了1.29% 至初國際升幅都有2成 中性收佈在1.25% 國性投資升幅有1.6% 收佈在4.5.5% 是4.5.5% 跟住龍城集團升了1.6% 中性收佈在1.69% 馬士達國際升幅有1.5% 中性收佈1.6.5% 中國派對文化升幅挨近1.5% 中性收佈在7.5% 互憶集團升幅都挨近1.5% 中性收佈1.64% 至於聯合水泥和卓星企業 升幅超過1.2% 家耀控股升幅有1.1% 中性收佈2.69% 十大跌幅榜 排頭位有創信國際跌幅超過2.8% 中性收佈1.65% 二科控股舊股跌幅超過1.8% 收佈在2.9% 二科控股的新股跌幅超過1.5% 收佈在2.8% 中國金石跌幅1.3% 中性收佈在1.09% 萬科企業跌幅1.1% 收佈在20.3% 華融金控跌幅超過7% 大同機械 連同行都集團 環球信貸集團 和新元控股全部跌幅超過7% 看看半日市況 隔晚美股摘幅靠穩 不過恒指今早低開46點 暴21,142點 開市之後一度回升 但大概10點半之後 越跌越急 有傳北韓試核武 拖累亞太區股市 日股跌超過1% 恒指在21000關口曾經出現增持 最多跌過241點 低見20947點 之後 北韓證實有關試核消息 恒指跌勢略為揣定 半日來說 恒指收佈在20994點 跌194點 跌幅0.9% 而國指中央收佈在9123點 跌99點 跌幅1.1% 半日成交有437億 跟著同大家看看半日的沽空榜 半日的沽空金額有39億2000萬元 排頭位沽空榜的見到有平保 沽空金額有2億3700萬元 佔股份成交挨近3.3% 騰訊控股的沽空金額有2億3100萬元 佔股份成交兩成 回控的沽空金額1億9400萬 佔股份成交挨近2.9% A50中國沽空金額1億6900萬元 佔股份成交挨近3.3% 至於瑞星科技 有沽空金額1億4400萬元 佔股份成交超過一半 這次嘉賓請來安奴 跟我們跟進下半日的視訪 安奴你好 Tressy好 安奴你見到北韓那邊全是市核武的消息 所以波旅行指跌幅擴大了 穿了21000萬元的大關 你看看後市的走勢是否會越來越弱呢 之前都提及到21000萬元這些位置穿了 後市來說可能相對比較差 而事實上今天都見到 借著北韓市核武這些相關的消息 都跌穿了21000萬元這些位置 事實上北韓市核武對於港股來說 其實對整個經濟來說影響不會很大 但始終最重要就是這些消息 都令到市場的避險心態再進一步上升 其實看近期來說 其實利淡消息是多的 但是不是一些很大的衝擊 一些相對地很差的消息 又不是的 不過這些消息都令到市場的避險心態 或者資金入市的態度 都已經是非常保守 再加上北韓市核這些相關的消息 都進一步加踢這些相關的情緒 始終說第一方面 外圍股市方面又不是太理想 近期來說 好像市場都開始擔心 一些資源價格持續下跌等等 都影響到整個環球經濟 可能突入通縮等等相關的風險 之前就說中東方面局勢混亂 現階段再進一步加上 好像北韓市核這些相關的消息 令到整個亞太區 都可能會受到這些相關的消息 令到避險情緒上升 始終說本身的市況 沒有什麼特別的利好消息 現階段再加上這些相關地 突然其來的利淡消息 可能短期來說 恒指都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也不奇怪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21000這些位置 一直都提及到 是一些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因為你說恒指 在12月份低見21000這些位置 都沒有正式跌穿 甚至出現反彈 但是彈到22000這些位置 都會有個初步的阻力 以良多跌幅去看 穿21000這些位置之後 其實上年的低位 20368這些支持位 都可能會很大機會失手 所以短線來說 第一個支持位 會看上年的低位 20368這些位置 但我自己的看法 看得淡一點 可能會有機會跌穿這個低位 所以暫時來說 這些位置 就不建議投資者博反彈 而且你看到恒指的跌勢 都跌得相對比較明顯 甚至比較急 如果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以一些技術指標去看 的確跌了這麼多的情況 開始有些超賣的跡象 但是 其實現階段超賣的水平 也不算非常嚴重 甚至看到RSI 跌得相對比較急 都反映下跌動力 相對比較強 所以穿21000這些位置之後 我覺得20368這些位置 很大機會失手 我覺得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都落到20000這些關後左右 所以暫時來說 我也建議投資者小心 短期來說 恒指可能會有更深的調整出現 我們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今天的表現都相當之搓上搓落 原本都偏遠 不過之後可能市場方面的信心回來了 看到中午的時間 收報在3300流上 可以收報在33808點 現在最新都是升近 升近19點 我們看看是否短期內 大家都擔心1月8日 高管減遲的因素 現在都看到高管很多人都承諾 是不會減遲 這個因素 是否都令市場有一點信心 始終禁授令過了 大家都擔心一些主要的股東 之前持有這麼久的貨 可能帳面上 可能第一方面 擔心會否有虧損 要否做風險管理 會否要拋貨 是有這些相關的風險在 但是這些利淡因素 我相信在星期一大跌的情況下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現階段甚至看到 很多消息都說到 有很多股東 超過30多名以上的大股東 都會答應不會進行減� 所以第一方面 對於一些權重股 本身這個負面因素 應該影響不會太大 但是短期內地股市 有沒有特別的消息 能夠刺激回升 暫時來說 我覺得相對比較困難 所以短期來說 不排除內地股市 上陣綜合指數 會維持一個上落代變的格局 看回走勢上 現階段上陣綜合指數 會徘徊在3300點這些位置 昨天低見3200點這些水平 都一度出現反彈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很大機會 上陣綜合指數 會徘徊在3200至3400點這個區間 現階段在這個區間中間的時候 方向性真的不是很明確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暫時來說 對於內地股市的看法 最好都抱回官網的態度為主 明白 多謝薩,跟你的分析和你做分申報 剛才提到的指數相關資產 今晚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好,待會進來會有二棟股解碼 謝謝大家